在遊戲王動畫中 父親是一個很特別的職業 要嘛完全沒他的事 要嘛就搞大事 今天恰逢父親節 帥狗的ACG搞麻 決定出一個特別篇 遊戲王鬼父盤點 欸那個我們的鬼父 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樣喔 讓我們細數他們的罪惡 第一位經典的遊戲王鬼父代表 海馬鋼三郎 鋼三郎靠軍武發財 可能是凡人領域的首富 在孤兒院跟賴人下棋 注意到賴人在棋局中動了手腳 其中懂得幼腦的小孩因此收為養子 動畫原創中 多了迫切替男養找代替肉身的需求 才急急忙忙找了資質相對優秀的賴人 鋼三郎的世界是扭曲的 他相信力量就是一切 除此以外的東西 他都不允許賴人接觸 收藏賴人後 鋼三郎展開恐怖的斯巴達精英教育 過程中 賴人絕對沒有少吃苦頭 動畫的表現沒有漫畫來的震撼 漫畫中鋼三郎親自下來教育賴人 雖然說是精英教育 但是我看到的卻是恐怖癖好的宣洩 顯然鋼三郎享受這暴力的病態過程 後來在與賴人的交易遊戲中 甚至不惜誘騙木馬 是為了得到最後的勝利 可惜啊 他低估了賴人跟木馬的兄弟之情 戰敗了 經此一役 鋼三郎精神狀況每況愈下 為了保住性命 他只好將自己意識轉移到電腦世界中 進入電腦世界後 他注意到只要能進行意識轉換 他就等於不老不足 人類繼承著束縛 再也無法約束自己 對他而言 孩子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 恆星道能夠一次拋棄三個孩子 不論是養子還是親生的 十足很冷眼 不過鋼三郎也不是完全沒有為賴人做過好事喔 要說他做過算得上 是保護賴人的事 恐怕就是勸賴人不要去惹杜馬 僅此而已吧 進入下一位爸爸之前 宣傳一下 帥狗原創卡牌遊戲的募資 即將賣入最後的七天倒數 不久前解鎖可愛的明星可凡的合作卡 而下一位要解鎖的 就是實況界傳奇人物阿神的合作卡片 還請各位多多支持 雖然劇中沒有提到母騰遊戲的父親 但是 我們有雅圖姆的爸爸可以看 塔克卡南 他是一位有慈悲心的王 對待雅圖姆 絕對是一位用心的父親 可惜 由於個性太過軟弱 導致外敵入侵時 兩手一攤束手無策 靠弟弟幫他單下重任 鑄造千年神器 才保住國家 後來得知千年神器是用一整村人的性命換來的 他陷入重度憂鬱症 還擔心報應會找上自己的孩子 曾經祈求惡靈 有事找他就好 放過那個孩子 但很遺憾啊 人家才不管你 我們可以說 整部遊戲王的悲劇 就是因為阿克卡南 爛好人的性格 才造成的 作為一國之君 不能沒有打仗的心理準備 他屬於用好心做壞事的類型 可謂坑中的精品 下一位登場的 也是遊戲王初代的人物 玉且龍兒的父親 AKA小丑父親 由於劇中並未提起此人物的名稱 所以接下來用仇富簡稱 仇富年輕時 跟遊戲爺爺在陰暗潮濕的角落 進行黑暗遊戲 不幸戰敗被遊戲詛咒 整個人快速老化 成為我們後來看到的樣子 從兒子的顏值 跟當時的捷影來看 仇富正常情況下 應該是風情萬種的帥哥 被遊戲搞成這副德性 那真叫一個恨啊 被仇恨蒙蔽雙眼後 他將自己唯一的兒子 當作復仇工具 而且由於迫向的關係 讓仇富相當自卑 時常將氣殺在玉且身上 動動就對其施暴 後幾年的時間中 仇富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 糟糕父親 後來失失復仇時 嘿嘿玩火差點把自己燒死 遊戲以不計前邪救了仇富 仇富才被遊戲的善良救贖 或許之後他就是一位正常的父親了 也說不一定 下一位 馬力克的父親 由於劇中並沒有提起此人物的姓名 所以以下我就由馬的父親簡稱囉 熟悟者一族 是真正悲劇的一族 族人一生都只能住在地下 永無見天日 這樣封閉著生活 跟扭曲的教育 換來的是更偏激的價值觀 馬的父親要孩子的目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繼承家族守護法老王的秘密 同時 玄玄暴力到孩子身上 馬的父親在製造人體藝術的表情 已經清楚告訴我們 他很享受這個過程啊 除此之外 過於重視傳統的馬的父親 甚至忽略了忠心耿耿利希德的愛 不僅經常怒罵利希德 還會動手將其大聲重傷 也是相當經典的糟糕父親啊 最後一位初代遊戲王的選手 阿克納蒂 相較前面幾位選手 阿克納蒂的故事就比較感人了 他擁有正常人的思維 也有為大局無私奉獻的高尚節操 可惜快被大邪神誘惑 杜洛成天安的走狗 變成會將思雨強加在兒子身上的霸道父親 這個人物帥狗之前做過的人物介紹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來看看喔 這邊就不細講了 接下來是下一個時代 GX的父親們 遊城時代的父親 簡稱時代他爹 劇中並未正式登場 只說由於工作繁忙 疏於對孩子的照顧 為了讓時代開心 買了尤貝爾的卡給他 後來發生了一系列超自然事件 過於紅奈才將尤貝爾送上天 替時代準備好了未來的敵人跟大事件 嗯 第二位就是時代前世的父親 簡稱時代前世他爹 時代前世他爹是一國之君 相當重視兒子的教育跟安全 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的安全 將別人家的孩子改造成怪物 時代前世他爹 替孩子未來的敵人跟悲劇 打下紮實的基礎 下一位愛德的父親 簡稱愛德爹 整個排名中最稱職的父親 為什麼怎麼說 因為他足啦 我們都知道要締造一萬成功的英雄 那麼父母必須雙王啊 至少父親的部分不能省啊 我們來看看江湖上經典的案例 蝙蝠俠 超人 鋼鐵人 蜘蛛人 哪一位不是家喻戶曉的超級英雄 他們都坑爹啊 小蜘蛛更厲害 連後來收養他的養父 班叔叔也被他坑足了 所以要製造一個成功的英雄 爹族是必不可少的 愛德爹 比起奪得老遠的時代他爹 盡責多啦 負責 下一位 眼鏡蛇教授 簡稱蛇父 蛇父也是一位相當有父愛的好父親 跑到為了復活兒子 願意與世界為敵 嗯 脫離本片的初衷 下一位 遊戲王5DS的重要人物 遊行踏霸 以下簡稱 蟹霸 蟹霸是一位天才科學家 可惜育人不俗 被自己的手下坑了 不僅丟了飯碗 甚至連家都被炸沒了 在零族之前 將兒子送出爆炸範圍 才保住他的性命 連帶一起送出去的 就是無比沈重的負擔跟壓力 遊行自責自己的父親 灰掉了無數家庭 即便得知真相 遊行依舊將這件事看得很重 說信有許多小夥伴陪著遊行 再讓他走出陰影 蟹霸絕對是為眼底的父親 劇中 遊行跟大BOSS中的決鬥中 出於壓倒性的不利的情況 此之蟹霸顯靈辣 人家名人在一段的情況 上去就是給自己的老父親一拳 而遊行上來就是被打了一巴掌 差距啊 還好遊行爭氣 一巴掌就打醒了 只好跟蟹霸撒嬌沒有用 他必須更堅強 由了蟹霸的矯正掌 才讓遊行重整士氣 擊敗BOSS 下一位我們來看看 自愛人的父親們 99 菲卡 裕作 99除了把拯救世界的壓力丟給兒子外 也沒特別做什麼 菲卡 遊戲王自愛人的第一位大反態 但其實啊 他也算得上是一位好父親喔 他的所作所為 都是為了救天生體弱多病的小兒子 只是手段過於極端 遭致了許多糟糕的後果 最後被三位主角決鬥矯正 變回正常人 裕作 局中前期的大反態 本來也是一位善良的人 可是在研究科學過程 被自己欣賞的科學家背叛 成為超量素材 導致人在異空間徘徊 靠著強烈的復仇欲望 才活了下來 最後因為菲卡博士的關係 他獲得強大力量 同時還反老還童 不對啊 我覺得挺賺的 下一個 遊戲王ARK5 這邊我們有兩位強力候選人 主角的父親 游勝俗 跟勁敵的父親 赤馬靈王 游勝俗得知多元宇宙 他有需要自己幫忙 就依然決然 抛家氣死前往了異次元 還在一間認了一個能幹的乾女兒 更糟糕的是 在漫畫的平行運作中 還把自己兒子的女友給 恩... 回復 至於赤馬靈王 原本只是一位平平無奇的天才科學家 後來為了拯救自己的女兒 抛家氣死 還願意回到多元宇宙 呵呵 前面那個回到世界已經落伍了 這才是真正的兇啊 不過說到底 還是因為受到偉大父愛的驅使 才會這麼偏激 或許比較情有可原 最後是遊戲王Blinks 本劇只有一位強力選手 洪上勝 他是勁敵左人的爹 洪上勝也是一位天才科學家 本性善良 他創造了伊格尼斯 過去曾經是SOL技術社的研究員 後來注意到伊格尼斯網獄界的潛在威脅 企圖消滅網獄界 另外他還是LAST事件的主謀 漂亮的為兒子跟世界帶來不少動盪 坑 這次我們聊完了 我自己特別想聊的幾位父親 如果有你覺得值得聊 但我卻沒有提到選手 歡迎在留言區跟大家分享討論喔 另外影片中我用了比較浮誇 跟信念方式聊人物 可能會讓你看的感覺有點不舒服喔 這邊跟產生不良反應的觀眾說聲不好意思 之後我看了一下我後台的數據 我的頻道有不少觀眾 是25歲以上的男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經當爸爸了 但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人 已經是幾個孩子的爹 所以這支影片我想祝所有帥狗的觀眾們 父親節快樂 那麼希望各位喜歡這支影片 起來下次再見 See you